是, 阿森姆仔來了嗎? 是, 自從你跟他拍攝了煮食後 我發現他變了 變得心? 變得野性了 他又斬柴, 又起爐 那天剪刀, 是不是很幻想嗎? 我跟著野性之母, 肥媽學習 當然是野性之母 糟了, 野性之母 阿肇華媽, 有甚麼好東西應付我們 我想你們倆也很好的時間 我打算給你們倆的地 送一塊地? 對 你過去吧, 有人會教你 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這麼大塊地, 讓我們建屋 六號, 我們今天來耕田 不要緊, 我想問這裡怎樣耕耕 我們首先要先翻層 好 左手握在前面, 左手握在後面 今天看見六號和A.N的裝束 比較隆重 我今天的裝束其實是A.N幫我考慮的 做新的打扮, 不是耕田 我跟泥一樣認識 耕田比較簡單 穿T恤牛仔褲 穿一雙水鞋, 就落田 回來了, Joey 我們是否可以種植物? 對, 我們今天是宜苗 我們就拿一些苗 這是紅菜頭 我們會在中間鎖一個洞 我們就放進去 我們放進去後, 捏一捏 是 定直 我捏洞, 你插 然後就要很溫馨地對望 Joey, 你除了那邊有棵田之外 這邊也有棵田, 還有很多菜 我們今天只收成紅油蜜 其實也是油蜜菜的一種 你看到葉子的有點紅 好像很簡單 切了根就行了 你試試看 我經常以為農夫收割會用圓月彎刀 不用 現在很專業 這些就輕便一點 一行提給你大佬 一行戒給你大嫂 今天看到6號和A.N合拍 但沒甚麼意義 因為我們多數都是一個人做的 對, 如果一個人做比較快 對, 我們在分工合作方面都可以 他幫幫我, 幫幫他 挺溫馨的 你如果請他們來互考慮一下 不會 我們摘了很多紅蜜菜 對, 你別以為有很多 分開它, 中間是大棵可以分四個 我們豆豉鯪魚本身是有油的 我會用它本身的油 豆豉和蒜頭很合格 我們的豆豉鯪魚 我們把豆豉放進去, 炒一炒 油蜜菜不能談, 一定是豆豉鯪魚 對, 有豆豉, 你記得, 媳婦 有豆豉, 你要放一點糖 調味道 為甚麼 對, 因為豆豉也有一點… 那些腋味, 是嗎 那些媽媽說的腋味, 即是怎樣說 如果你這樣吃, 就這樣炒 那些味道可能有點濃稠 對… 因為油蜜菜很快就熟 不用炒得很厲害 看起來就像很多菜一樣 但一炒起來, 只能炒起來 這隻比較不同 這隻叫紅蜜菜 我今天第一次見過, 以前吃油蜜菜 其實也是油蜜菜, 不同品種 就像吃燕菜, 有紅燕菜 普通燕菜 普通燕菜 普通燕菜而已 炒完菜, 一定是最後的步驟才放進去 不要有草青, 因為你剛剛摘了 我們放一點紹興酒 紹興酒… 放一點烏麻油也可以 剛才我們已經放了一點糖 但始終豆豉鯪魚多菜 還沒夠鹹味, 我們放一點鹽 好, 油蜜菜也不用炒得很厲害 好, 你看看味道夠不夠 我媽媽, 如果家裡炒豆豉鯪魚油蜜菜 是否用中火也可以 我家裡用大火 大火 現在… 很快脆就行了 謝謝 你看鹽夠不夠味道 我讓你吃, 讓他吃 女大不中流, 沒得談, 沒得教 真的好, 我吃了他的菜 可否再給他一道菜, 讓他嘗嘗 夠不夠鹹, 你說話, 不斷吃 剛剛好 那就行了 但已經上了碟了 對, 你嘗嘗多夾一條, 還可以 生母仔, 砌好 好, 讓我來 現在你可以切辣椒放上去 也可以, 漂亮一點 我刀工來說, 你好多好 好 好多好 你們要炸的, 豆豉鯪魚 豆豉鯪魚?可以炸嗎? 不, 就是蔬菜 現在種的, 田也不錯 你真壞 嘗嘗紅麥菜和平日的麥菜 有沒有分別? 一模一樣 但是爽一點 因為你買的, 也是買回來的 很適合, 其實我們剛煮完 撿起來, 等了一段時間 它仍然這麼脆 真好吃, 豆豉鯪魚的味道 很惹味的, 醬汁 其實剛才, 如果你摘到生菜的東西 我會用豆豉鯪魚來做沙律 兩味, 豆豉鯪魚兩吃 煮食跟人生一樣 看自己怎樣去變 先給你油麥菜 但人們經常說做媳婦很難 因為要跟婆婆相處 我上網看過了 有多難, 你是不是跟婆婆分 你遷就我, 我遷就你 不是, 而且長輩也是 我教過一個長輩就是 媳婦買些東西給她 貴得慘了, 你怎麼用的 我說你真的不要這麼說 她買了花生給你, 心裡也有你 我覺得當長輩 只要年輕人願意去買東西給你 你也會開心 她特地買了一件東西送給你 你要表現得很開心, 交 很開心, 我們送你 我自己其實挺喜歡吃 這個油麥菜加這個豆豉鯪魚 或者吃一些很簡單的食物 她也不錯 鹹魚白菜也有很好吃 我一向都喜歡農莊 這個沒得談, 我自己家裡也種植物 我現在在看它有什麼苗 我可以拿回去的意思 我可以拿回去的 阿鹿, 你跟媳婦去摘仙人掌 記得摘仙人掌好像我那麼胖 媽媽, 這裡可以吧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包著它 手削它 但是從這裡切 上面看到的刺刀真的很尖 對, 你小心 你真的用力了, 阿鹿 有力, 待會可以 好, 我慢慢去… 加油, 加油 你真是好人, 你做得很好 加油… 你走吧, 我先去批皮 好, 交給你 你走吧 什麼叫做世上只有媽媽好呢 是啊 媳婦仔, 我們批皮 中間白色的肉就可以吃了 明白嗎 說實話, 街市有買仙人掌嗎 我真的沒有 有… 有嗎 有, 鄉下的地方 大埔、元朗那些就有了 批了那兩個, 然後把它切片炒 這個也行, 這些就不行了 這些不好 這些是漂亮的 你看, 全部都是刺, 完全沒有肉吃 好像散 散, 對吧 對… 小心 所以你切的時候, 你要帶手襪 而且要很小心 其實你看到它的… 跟這些也不吃 是中間的白色才吃 所以我就拿它去刨掉那些 對, 批了皮 只剩下肉 你也要白色 對 這樣就可以了 中間的那是怎樣處理的 切了就撕掉那個核 中間有顆白色的核 對, 我怕它會有核苦 因為它有很多散 我們把這些放進水裡, 滾一下 如果你不過水, 就像一坨東西 對, 炒下去就… 一坨東西 它把水都潔掉 對… 對 像膠水一樣 對… 先人獎炒甚麼 炒雞樓 媳婦仔, 替我加少許蠔油 蠔油加光 對, 加光 豉油, 糖 男人不應該熟於廚房 你這樣說, 你真的沒甚麼 不, 我欣賞你們 真的說話也不會說 男人不應該在廚房 男人不應該存在在飯桌上 你傻的 好, 先幫我… 我放些乾蔥頭和蒜頭 先讓它爆香 媽媽先爆料頭 對… 剛才加了甚麼調味 蠔油、豉油、糖 現在加薑豆粉 對… 生粉令它更滑 好, 生母好, 拿來吧 好 好, 因為我們的鮮人獎 已經熟熟了 我們最後攪拌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想肉滑就加生粉 對 有時候會令肉滑, 加油 對, 你看環境 看感覺 現在這個火力不太慢 我們就不要動雞 不要不斷炒 雞肉裡面的水分會出來了 就會令雞粗糙 看看它是甚麼火 你用甚麼心情去炒它 但你會否突然想要快的心情 那又怎樣, 你想怎樣 豬油, 為什麼要加柴脂 你加 我加, 媽媽會罵, 你加就會罵 會不會太幼? 當然會 你是不是這樣跟她說話? 溫柔一點 會太幼, 用粗一點, 好嗎? 對, 這樣就差不多 但是粗一點呢? 粗一點 你別說什麼, 就放下去吧 你撕下去還要撕 溫柔一點… 你明明是溫柔一點, 是 怎樣? 你不要撕, 放下去 對 你自己加吧, 對 一放下去就是你 對, 馬上煮滾 那些油 你加柴脂, 對 因為我們今天想它多色 又香一點 給燈紅椒, 中國芹 又來了, 雙眼 這個位置我習慣了, 我幫你 是 我幫你炒著它 你習慣了, 我們放少許魚 我真的會發現媽媽 你加了仙人獎 它好像有點黏黏的… 好像有些… 打了蜆 對, 像打到蜆一樣 所以我們這裡就完全不用打蜆了 我加少許麻油, 讓它香一點 好… 好, 又搞定一個 媽媽野外, 仙人獎炒雞柳 好, 吃仙人獎 好, 在餐桌上 例如女士先吃, 仙人獎 這個真的特別, 仙人獎炒雞柳 很有趣, 滑起來又有… 爽爽的… 爽爽的 仙人獎的質感是沒遇過的 對 我形容不出來, 不知道怎麼告訴你 它的表面很滑, 像抽葵一樣 但咬下去, 它又粉得來 又像菠蘿一樣, 又不是菠蘿 又不是, 它撕起來 它爽爽的, 咬下去很爽的 它滑得感覺像媽媽的初戀 Kiss打車戀的感覺, 滑滑滑的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 我之前試過幾次仙人獎 我試過幾次仙人獎, 自己計算吧 五、六次仙人獎 好吃嗎 不好吃 對, 刺的, 你們已經忘記了 其實坦白說, 你們認識了多少年 九年而已 對 你們倆從哪天開始 從哪… 真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對, 你先問我 突然問導演, 真是善人 男人記這些是最差勁的 我們紀念日是9月17日 是我們結識的周年紀念日 你們的結婚紀念日是甚麼時候 我還不知道 或者留意東張西望 我想我坐進東張西望那裡說 其實今年情人節我真的不年情人節 送禮物都忘記了 今天希望來將功報過 對, 女人通常都喜歡花 對, 就是這些西蘭花 原來它這麼大棵 花在中間 不錯, 易蓋 其實一落咳打就… 有了 這裡那個比較小顆, 很可愛 你知道女人喜歡一些很迷你 很激色的東西 小顆粒的, 很過癮的 既然是今, 為何不試試親手種給她 對, 可以親手種 好, 留下年情人節 我今年開始種 下年又是送西蘭花給她 媽, 你覺得甚麼是真愛呢 真愛你真是為對方肯付出 我覺得很簡單 真愛就是無論你送甚麼給對方 對方也樂意接受, 而且很開心 我準備了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送給A.N A.N, 我送給你的 保祝情人節 快樂, 沒開心 別摺了, 糟了, 去吧 這些是我煮飯的, 當作是送花 去買一個 你瘋了 很可憐, 我的西蘭花辣手吹花 已經變了花粒了 瘋了 這道西蘭花怎麼煮, 為何可以這麼碎 你可以用那些… 有一個洞、一個洞的, 不用磨 填了一隻過年的刨蘿蔔 對… 放進去 我們把菇… 厲害 媽媽就是人肉切野機 閃眼的毛菇已經切碎了 我們用麵粉 加少許粟粉, 兩根 全部都已經有了粉 現在給我打雞蛋 打雞蛋 把雞蛋倒給我 這裡我們把一粒蒜頭 一粒蔥頭放進去, 拌勻 麵粉和粟粉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其實這裡放了四湯匙的麵粉 兩湯匙的粟粉 我現在放了一些… 兩隻雞蛋就做一份 對, 要放黑胡椒 好, 放少許鹽 你喜歡嗎? 放少許糖, 調味道 放少許菇粉 四分一茶匙左右 我們把它拌勻 最有用的東西來吧 做甚麼 芝士 麻煩 多一點… 這個燒紅了, 我已經放油腦了 待會煎香時, 底部就有芝士的香 但一定要煎到後面脆 反過來就不會散開 這次我早就準備好了蓋子 家裡煎是否不好用, 還是用大火 沒有, 別用大火 因為芝士這樣吸收, 會溶化 待會我們再翻面煎的時候 它就會更加香 這個才很漂亮 金黃色 再棒一點, 加一隻雞蛋在中間 不得了 拿雞蛋來, 叫它做 好 這麼多話說的 這個很棒 A.N, 交給你 剛才你學了媽媽的步驟 怎麼做呢? 拌了粉, 現在放蛋拌就可以了 但是放黑胡椒, 少許鹽, 少許糖 你還記得這個步驟嗎? 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學到媽媽的 菇粉 你真的差一點 芝士和蛋一起煎都可以 我一起的, 好, 來吧 一、二、三 拌勻 我做一些 飛來媽媽考牌菜 交給你了 能不能夠過門也看這次了嗎? 你神經病, 別人加不加你? 過門嗎? 煮這個有什麼重點嗎? 這個小一點, 不能到這麼邊 不, 不能到這麼邊也行 你不要馬上交給別人, 別人家煮吧 又不是煮那麼多話說的 很感動 對 不是開玩笑的 野外煮食 為何我煮你就加柴? 不是, 剛才… 為何他煮你就不加柴? 剛才… 他煮之前我已經加了兩顆, 你看見到嗎? 對, 所以我現在很感動, 媽媽, 你看 真的很感動 行不行嗎? 對了, 女兒 你能夠做到這個動得很重要 你知道旁邊開始脆了 這樣就可以翻了 動得很重要 可以, 我做了 擠油上去吧? 你這樣可以, 聽它不要黏 交給你了 什麼? 你不是幫他嗎? 讓他試試快一點 不行, 你幫 好… 這一下也要快手 好像出了事 沒事, 你是代表我們的愛情 不要爛了 神經病, 那棵菜代表你的愛情 是 死你去吧 經常都是這樣 你都不知道喜歡它什麼 很高興, 很熱… 這麼熱, 爛了 我幫你救的 救回去 補得回了 過鏡從圓了 要不要再加芝士? 是, 來… 等一下, 不是你做的嗎? 你走開吧 是否要滑個洞 正好位置… 正好位置 今天蓋上蓋子蓋著它 對, 你合格 在奶奶方面 你要死吧 媽媽, 這個很棒 棒 棒 蛋蛋西餅 我這裡已經吃了 但你這個快點切 西南花絲餅 你那個多芝士 你快點切吧, 你最喜歡 你看看, 多棒 這個很棒 這個煎得很漂亮 這個是流心蛋 對 這個是媽媽的 好 試試看 看芝士多多 這個很棒 底下的芝士很脆 是嗎? 好 馬上試試看 這個炒完後很香 西南花味 對 又不鹹 底下很脆 對 在野外, 在野裡 可以做薄餅 我經常以為做薄餅要做餅皮 不用 整個就可以了 直接用西南花 而且這個很健康 辛苦你了 這個好吃 懂得做 這個懂 如果家裡的火力慢慢慢慢 更煎脆 我經常以為是大火的東西才脆 不是… 慢慢煎它脆 媽媽加這個芝士很好 是嗎? 有這個芝士 怎麼會有情侶不吵架 一定會有吵架 愛情當中要用芝士 最重要是融合它 真的很好 這個做什麼? 這個用豆瓣醬炒 這個… 蓮藕 蓮藕, 蓮藕 還有這個西芹 這個蓮藕也很好看 對… 在街市選擇怎麼選擇? 在街市買 有些你會覺得有泥 其實那些才最好吃 竟然嗎? 通常我都選擇很乾淨的 對, 應該選擇有泥 它才… 新鮮的 對 我們把蒜片放進去 因為現在火力比較猛 這就是我們平時的柴火 很多人用豆瓣醬的時候 其實不懂得 豆瓣醬是炒了的紅油 炒了香 炒香一點, 豆瓣醬 那這道齋菜就有點辣 對, 因為齋菜沒有味道 這樣會比較香 這個可以切嗎? 你洗一下 對, 要洗一下, 行 好, 蓮藕 我最喜歡吃蓮藕肉餅 你切 你不如切這個吧 媽媽… 切這個讓我放上去, 好吧 媽媽怎麼切 那個大紅椒… 斜切還是直接 打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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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算是時那時快 這裡已經很快 對, 火夠慢 豆瓣醬本身已經有鹹味 先爆開豆瓣醬 放一點水 好…水 給你一點暖水 不要浪費, 夠了 夠了嗎 有雲耳, 有蓮藕, 有鑽 放一次次座, 放進去還是怎樣 差不多了, 這個很快熟 蓮藕片也不用炒很久 很喜歡吃蓮藕 行 合家吧 少許糖 炸一下, 已經吃得了 魚露… 我接著又放些魚露 用一點生粉, 放一點水給我 好, 煮三片 這個可以的 這個? 是 我們想它香一點, 磨點胡椒粉 生粉, 好的, 加點水 想不想多一點生粉 多一點 多一點 這個很美味, 打個芡, 三粉水 對, 加生粉水吧, 媳婦 不要加那麼多 這麼少就夠了嗎 你看, 它已經結了, 是不是 不一定要加光 對 好, 拿東西來裝 拿東西來, 這麼快 這個很容易 這個很香 因為有豆瓣醬 對 炒香了 雲耳近的都是小一點浸泡的 對, 又要用 浸泡久了幾天, 它會有毒素 對 生粉仔, 給你看, 夠不夠味道 生粉仔, 沒試到… 好吃 好吃… 看你全都吃了, 很好吃 好吃 好, 我先試一塊蓮藕片 這個很好吃, 蓮藕片 很爽脆 對 紅色放在中間 所以切薄, 它們就不用炒那麼久 好, 靠你把它放好 放好, 把它擦好 抹一抹邊就行了 好, 來抹一抹邊 蓮藕很爽脆 來, 我這個放了… 豆瓣醬 豆瓣醬去炒, 所以很香 媽媽, 這碟菜是什麼名堂呢 街藕天成吧 很容易, 很壞 這個有蓮藕、西芹和… 雲耳 雲耳 雲耳和辣椒 對, 真棒, 這個很香 雖然是素, 只是兩斤豆瓣醬 就這麼簡單 豆瓣醬很重要 這個很飽味 豆瓣醬, 你一定要炒豆瓣醬 紅油出炒香的豆瓣醬 豆瓣醬, 相差很軟 味道很辣 對, 也很辣 他吃辣嗎?我一半 豆瓣醬只有兩斤豆瓣醬 這個拌飯很好吃 對 拌飯很好吃 那年我煮得很薄, 時間又快 西芹仁夠爽爽 將來可以炒給你婆婆吃 炒給你媽媽吃, 是嗎 做媳婦的起碼有幾道菜 要鎖住男人的心, 鎖住胃 因為他習慣吃你的東西 他出去吃東西就不開心 煮東西不要令自己累 對, 因為你一令自己累 那東西很有心思, 煮不好吃 其實過門學習的幾道菜 就是街偶天城 蕃茄炒蛋吃也不換 一個星期吃三天, 我也可以 然後是薯仔雞翼 蒜蓉炆排骨 你也要學習一下 變成女兒嫁了你 起碼煮一兩樣 父母都覺得 她也會煮東西給我女兒吃 也不會餓我女兒 交給我 你敢不敢吃, 我就不敢說了 我絕對不錯 揚州炒飯, 乾炒牛腦也可以 微波爐, 叮叮叮 那就不是煮吧 臭小子 以前沒那麼多手機, 沒那麼多東西 每個電視撿拌飯 真說感情好很多 對嗎? 因為一起看著同樣 一起說, 一起吃 對 現在也不是的, 坐著手機 我看過這樣坐著 然後呢, 嘻嘻, 嘻嘻 你倆在做甚麼 原來倆在這樣說話 是嗎?這樣很精神 對 希望大家真的多點一起吃飯 多點溝通 媽媽, 先吃蓮藕 好 來到農場這裡 其實她最期待的環節是什麼 你看看這隻樣子 今早一來到, 已經不停看著她 她看不到… 不是, 看不到 她看不到 甚麼? 真棒 你說真棒, 真棒 你給別人 對 吃吧… 你們小隻, 一人一半 她不是經常吃紅麥菜嗎 是不是對著看著她們 聞到羊腩煲的味道 不是, 聞到一股酥味 好像有點羊架的味道 我們別這麼壞 別想著先吃東西 她這麼可愛